你是22年3月份做的手术吗 当时是这样的一个膜玻璃节节 最后做了一个手术 切下来也是最早期的 EA17 而且里面有25%的贴壁成分 所以这个节节接近微静润癌 做完手术基本上能治好 现在你术后复查说淋巴结也有肿大 然后又做了PIT 看起来这里是淋巴结是大的 但是我对比你23年 这也是一样的 23年也这样 所以我认为了还考虑是 炎症反应性的淋巴结增大 不是结合你手术前这么小的节节 它大多数不会转移 再加上回顾看你手术后几次的CT 淋巴结都有 所以炎症反应性淋巴结也会大的 所以你做了个派档的 虽然有高代谢 但是炎症反应性的它也会有的 所以就不要担心我的大的考虑 还是没有发生转移 那你定期再复查就更清楚了 通过时间来关注 啊